这是诸葛神侯的二弟子铁手 与三弟子追命的巅峰一战 身为师兄弟的两人 为何会反无成仇大打出手 原来就在两个时辰前 铁手发现盗走县令观音的大盗追追追 就是自己的三师弟追命 因此铁手没有给追命好脸色 要追命赶紧交出观音 我偷观音来做什么 我连他是圆的扁的长的短的 我都不知道我偷来干什么 知错能改善莫大言 你乖乖的把观音给我还回去 还配做我的师弟 你拍桌子你嗓门大你了不起啊 铁手一口咬定是追命到走了观音 让追命的心中十分恼怒 要铁手拿出确凿的证据 否则休怪他不认铁手这个师兄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之际 杨坚悄悄来到追命的房间 准备把观音放在这里 来一招栽赃嫁祸 谁知花带珍突然到来 将作贼心虚的杨坚吓了一跳 手中的观音也掉落在地 花带珍进入房间发现观音 还以为是追命给他准备的礼物 顿时心里美滋滋的 拿着观音就去向追命求证 追命非常无奈地表示 他哪有心情给花带珍准备礼物 铁手见状将包裹拿了过来 拆开之后露出了里面的观音 这下子可谓是人赃俱祸 铁手要拉着追命去见观 追命却是怒斥铁手黑白不分 还没有弄清楚来龙去脉 就一口咬定是他追命所为 追命不愿蒙受不白之冤 决定先行离开调查真相 铁手以为追命想要逃走 施展轻弓追赶起了追命 来到了不远处的大街上 眼见追命不肯束手就擒 铁手只好运起魅力发起攻击 蓝色的全径不断轰出 在大街上引起了巨大的恐慌 追命同样不甘示弱 用出一套风卷楼残弓向铁手 将铁手给逼得连连后退 为了避免伤及无辜 追命将铁手引到了僻静处 随后展开了一场巅峰对决 只见铁手率先出招 蓝色的全径连绵不绝 不断地攻向了追命 追命同样不甘示弱 用出风神腿发起了凌厉的反击 与铁手打得是难解难分 铁手技高一筹胜过追命 将追命带取县牙归案 县令钱大人本想将追命收押 却被铁手出言阻止 铁手要钱大人给他一个面子 不要追究追命的罪责 钱大人爽快地答应了铁手 可却需要关押追命几个时辰 就算是做做样子击捕到案 等公告百姓之后立刻放人 铁手和钱大人达成协议 追命被暂时关进了大牢 找回关印的钱大人 本来也想按照约定 在夜晚释放追命了结此事 乃至这时杨坚却找了过来 这铁骨头可不是个好惹的角色 堂堂一个县官 竟害怕一个离职的骨头 杨文主 您 千万不能放过追追追 因为杨坚的出手干预 钱大人出而反而 并没有遵守承诺放了追命 反而要将追命压界上京 冷血得知此事后 连忙将消息告诉给了 诸葛青青和花带珍 三人不知道是铁手欺骗他们 还是县令没有遵守承诺 决定先将追命救出再做打算 未曾想三人来到县衙 发现官差们湾宫搭建叙事待发 若是他们此刻贸然救人 恐怕追命当场就会万箭穿星 我们这样出去就会伤到追命 可是 我们先回去 再从长计议 走